我告诉你 我这些就是铁子 怎么清洁呢?很简单 因为铁子呢 它有浓药的 所以我这些是蘸米粉 放下去 放多点 没关系,比较清洁一点 OK 我们清洗的时候 最后给一点点水 这些就是米粉 我不只教你洗铁子 有没有简单 因为我不只洗铁子 很多人都会这样洗 我知道 但是很多人不懂得怎么去保存 它比较久一点 不会垃圾 为什么?我大概10-20年前 我的铁子 帮我这些铁子在冰厨里面 切一条布 哇!为什么我这些铁子 怎么没的呢? 原来我铁子帮我放了一条布 所以我从铁子之后 就知道 哇!原来才知道 原来铁子新鲜的铁子 就是用这个方法 我现在就这样铁子先行 我先倒点水 因为你不可以摔它 铁子比较容易滑 你要太过勇力 弄一下 太过勇力 铁子 然后我拿一个铁子 然后我拿一个铁子 我拿一个铁子 我现在用铁子 清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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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动多些铁子 要不然滑掉 浪费车了 然后呢 这个方法就是这样 可以令到铁子爆炸三四天 四五天 我都试过 看这个铁子新鲜 我的铁子蛮新鲜的 你看 没有掉下来的 然后呢 我就准备两个铁子 这个之前我装过铁子 所以我今天又买了铁子 我教一下你们 你们怎么做 因为有两个方法 要不要的铁子 如果你要的 拿一个铁子 一个东一个东 但是我也是比较难 我觉得都是差不多 所以我首先呢 放这个铁子里面 然后呢 这个呢 就塞在里面 为什么呢 要令到它 沙边有个空间 不要浸住铁子 然后把铁子放进去 好新鲜的 铁子 以后你用那个方法呢 可以保持它的生鲜 不会怎么容易烂掉 可以切到四五天 用来面切的 看铁子的生鲜的前度 如果铁子与生鲜呢 保持的就比较好 所以我这个铁子 这个不用放了 我拿来切了 拿来切了 没有了 很小了 OK 很简单 然后切切了 切了 切了 然后切到这里了 我觉得这个方法就变得好 塞在里面那条铁子 因为令到它的空间 好想 将那条铁子 撕收它的水分 所以铁子没有这么容易 垃掉了 这样 好想 别浸了铁子 其他温度 好想 全弯性的铁子 这样 我准备了铁子 这样 我就塞在冰厨里面 哇 冰厨塞很多东西 刚刚好 就是这样 OK 这样我可以保持 我摊到四五天 也没问题 因为它不容易垃掉 因为它 靠着布 要得全弯性 如果你不用这个方法 这个铁子很容易垃掉 如果是白铁子 就是这样 OK 拜拜